Hello 大家好 我是Sapang 現在是凌晨的2點27分 讓我做完這條新聞的時候才睡覺 大家記得幫我分享訂閱和like 我希望你們可以上班有些新聞 可以juicy一下 這條影片就會說一下 呂芳的老婆原來好猛料 另外就是都姐自己自爆 究竟她和呂芳分手有什麼原因 就不是因為金錢 也不是因為第三者 究竟因爲什麼呢 她自己親口說 好了 呂芳由入行至今 其實聲徒大起大跌 曾經被冠意 都知男朋友這個標籤 那條戲當然不屁 最後情歸何處 跟自己相差16年的五惠寶 在20年的時候奉女成婚 老來得女 她現在落足心機去照顧女 經常開口埋口都是說她的女 說她的女兒 不是說她的女兒 好了 早前她為個女兒慶祝 她的女兒叫什麼名字 叫女神 嘩真的很好笑 叫女神 即是鞋陰 那首歌的女神 可能因為她本身生得矮 你看她的老婆的樣子都不差 一定不差得過都姐 她的女英文名叫Emma 早前兩歲生日 整家人一家三樓上山頂 兜過大跨 可能幫她的女兒走過大運 然後帶了親子的全家福 非常罕見的全家福 她是祝賀她的女兒兩歲生日的 嘩 見到她的婦女成個餅刃 真的不認識 為何不像媽媽 媽媽的樣子 你看到她 她上山頂的時候 因為這次是她的女兒第一次上山頂 她除了上山頂之外 還參觀了國學大師姚忠兒的姚河光影展 並且她在她社交平台說 Emma第一次上山頂 當日一家三口 齊齊整整穿了 好像情侶妝親子裝 淺藍色的 單憑照片感受到她的家庭溫暖 不知道阿刀姐 如果見到她們這麼幸福 她會有什麼心情 應該沒有什麼心情 她都不知道幾天 享受她的單身 說真的 她寂寞的時候不會告訴你 好了 跟著 這個女方的面上 露滿了這個慈婦的消融感 細心地為她的女兒吃雪糕 吃雪條那些 場面既幸福又溫興 而且女兒跟她的樣子是一模一樣的 是喜也是悲 哈哈哈哈 女方本身不漂亮 你說兒子似她沒什麼所謂 但女兒似她有些雜細 長得面圓圓 單眼皮 通常一般人覺得不漂亮的小朋友 叫可愛的 你要明白了 其實女方是新秀 奪得冠軍 但她自小很喜歡唱歌 1983年的時候 就是梅姐的下一屆 第二屆新秀歌唱大賽 梅姐是82年 她是83年 並且憑著《我是中國人》一曲 是奪得冠軍的 簽了華星旗下 成為歌手入行之後 第二年 再下一屆 第二屆的香港新人歌唱大賽 《有奪得冠軍》 入行之後 她曾經發表過幾張商業成績良好的專輯 並且偶爾演一下電視劇 大家記不記得她演過最鬼席人口的 一個電視劇就是《新澤師兄》 當時我記得每個人叫她做高佬 這絕對是帶一個諷刺意味 當時的事業發展不錯 備受力捧 因為聲音好聽 我想大家留言 你覺得呂芳哪首歌是最好聽的 我自己最喜歡聽不到的話 1986年她曾經跟一個張學友在紅館 舉行一場一年幾場八六雙聲演唱會 只可惜在80年代尾 歌唱事業停滯不前 其後她投入華納唱片公司 由華聲轉華納 憑著歌曲 彎彎的月亮 重回高峰 更加拓展了打合台灣市場 即使在1990年代中期 歌唱事業再度陷入低潮 近年才回復自由山 開始減產 工作以現場表演為主 因為最怕是現場唱歌很難度高 很大機會走音被人柴台 最近現身上海參與我們的歌 第三季開播發佈會 非常之 喜歡唱歌的心 仍然未改變 但對於阿刀姐 由一早他們已經貌合神 究竟她怎樣解釋 會和阿刀姐分手 等我美美到來 話說女方和阿刀姐 由90年代至2008年十月拍拖 兩個人子弟戀的關係 經常成為人恥笑話柄 並且眾人的焦點 加上當年女方 在娛樂圈的成績都是媽媽的 相反 鄭月玲的事業如日方中 兩個人在娛樂圈的地位 實在太懸殊了 而且無論身高或性格 存在很大的出入 後來女方更加被大眾標籤 哎呀刀姐的女朋友 都不記得了她姓什麼 很明顯是女尊男卑 最後他們結束了一段 十六年的愛情長跑 有傳女方因為 幫刀姐投資 虧得太多錢太禁話 攤攤腰 令到雙方的關係破裂 而鄭月玲曾經接受過 雜誌訪問時 透露分手的原因 並非因為第三者 亦都跟金錢無關 只不過是自己年紀已經過了半百 再往後的人生 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有自己的空間 同時女方亦都是想搬出去住的 為何想搬出去住呢 因為可能見到她 很難頂 刀口刀鼻 這些叫做為自己 留一點點顏面 難道坦白些說 對呀 女方見到你後面 真的前面 通常相處不來 才搬去單位 不要再一起住 她一定眼淚都沒有流過 哎呀還想唱 眼淚在心裡流 對呀 但是她說她自己 一滴眼淚都沒有流過 很硬正呀 刀姐 你以為是會流的 好了 好了 女方就在分手之後 暗指這個刀姐 十分霸道 女方你就不對了 就算我們全世界都有人知道 Tell me something I don't know 但問題是說 你跟別人分手 你唱人你沒有風道 她說 我都坐了16年牢 現在從國自由 就好像一隻沒有腳的小鳥 到處飛 還不到處瞄嗎 我覺得四十幾歲的單身男人很吃香的 我這麼久都沒試過這麼開心 可能你覺得我很囂張 我贏的 我從來都沒試過這麼高傲 還沒試過飛得這麼高 即是她是一個被個龍 罩著的小鳥 你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她是誰不知道 都知道霸道 但你都可以跟她一起16年 好心就不要出聲 如果你吃一頓很難吃的飯 吃了16年 找誰相信你 女方 直到2014年 她多次被傳媒拍到 她同年幾 大概相差十年的五位寶 叫Rainbow拍拖 兩個人感情相當穩定 但一直保持低調 甚至一起公開露面 為保障女友 當時的女方 願意向傳媒稱之為女小姐 避免影響他人的生活 有指她的另一半 Rainbow 早在裝修設計公司 太子女 之後自己又開創網上平台 Flash2Go 買一些新鮮物 合作夥伴 北伐大財團 有City Super 領展海洋公園等等 更加有傳 這位女方 太太的身家是過半億的 而女方又如何入行 其實女方在2002年5月 最終和女朋友結束了愛情關係 當時又好像Yoyo 又有阿餡 當時Rainbow 以40歲的高齡去懷人 本來女方曾經在殘酷一丁揚然 奉行不分不嫁不若 但她後來對於這個女生 是180度轉變 改變了自己的觀念 原來兩個人有很多共同的興趣 例如一些減藥、愛好研究 鑽研一些健康食療 還有做運動等等 女方不時常在她自己 踩單車做運動的照片 更加攜眷七夕地在圈中的朋友聚會 現年57歲的女方 老來得女 為女兒的世界改變了一些外習慣 她在同年8月 她的女兒順利出生 女方在57歲的時候 榮升一個父親 後來她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 嬰兒未出生之前 已經不斷請教身邊的朋友 老婆生女 就要陪她入產房 而且親手是剪池帶的 不是剪彩 剪池帶 她感覺女兒比兒子更加貼身 上天恩賜了她 加上認為為人父母難得有人身經歷 不捨得把女兒交給別人照顧 希望能夠見證參與女兒的成長 每一個過程 所以決定不請陪月 凡事親力親為 當時她每一天起床 幫女兒沖奶粉 換尿片 洗澡 全面停工 包括暫停計劃的演唱會 只是為了專心照顧女兒 她指女兒的彌陵改變了她人生 也戒了夜蒲 從來都不追求自由 或者變得只想留在家陪老婆 看著煮食的節目 自學 一手好菜 閒時為妻女炮製美食 由早餐到晚餐也難不了她 她更加大讚她太太 米雪 早在家裡妥善一切安排 令到感恩能夠遇上對方 但其實她是女奴 即是她很重的女兒 她分享一些育兒的心得 變成女奴的女方 在社交平台上載她和她的女兒合照 還有她太太 更加笑青 即是一邊笑 不知道什麼原因 為什麼 她說可以在24小時之內 無間地只看她的女兒 另外 女方有工作在澳門的時候 參與了一個音樂人 真能show 我們的歌三 要和家人分隔兩地 她好像無時無刻都有人掛念 特別是當了爸爸之後 她認為越多讚美和鼓勵才能加速女兒的成長 就像父親節一樣 曾經分享過全家福 並且寫著 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寶貝仔寶貝女 等著你們叫我一聲爸爸 之後就分享了她的女兒 發聲明的影片 表示很期待和女兒合唱 她認為這樣的小朋友 充滿了活力和很舒服 其次就是她盡量抽時間陪伴她的女兒 令女兒感受到悲哀 她認為丈夫幫助玉兒是一件好事 因為她爸爸在照顧兒子 很多時候比媽媽更加憂鬱 女兒發脾的時候 就會按照安撫兒子 動用她去安撫大家的悲傷和憤怒 好嗎 這條影片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幫我分享 訂閱和按LIKE 下次再見 拜拜